用几张图片生成一个视频 重要的是了解IP Adapt, Animated, ContraNet这三个之间 怎么通过门板遮罩灵活的搭配生成视频 这是整体的工作流 接下来按照不同的模块说明一下它们分别的作用 模型部分 模型加载用到了两个Lola 一个是AnimateDif的微商版本 运动模型需要一个单独的Lola 关于Lola的强度 这个强度越高画面就越稳定 但是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另外一个ModeDetail 这个Lola是给画面添加更多的细节 模型和工作流都会放往盘里 参数设置这里 我们需要上传四张图片 并且使用ImageBatch来复制图像制作批词 为什么需要做这一步操作呢 这是为了使用IP Adapt的时候 每一帧都可以参考上传的图片 让风格迁移的更像 上传的这个门板视频 是为了在帧与帧之间做 或遮罩过度 添加一个动态的效果 IP Adapt的部分用来做图像的风格迁移 对应四张图片 使用遮罩来控制每张图片显示的帧数 需要注意的是 这是从第0帧开始计算的 一张图片是16帧 中间我们加上了过度的8帧 所以我们在创建遮罩的时候 就需要做如下的设置 需要显示的帧设置为1 隐藏的为0 以此类推 这样我们就把四张图片 融合成了一个96帧的序列 并且使用遮罩控制每一帧显示出来的画面 Denimate Diff 里面我们使用的是V3的模型 并且添加了一个运动的Lola 让产生的视频更具有动态的效果 接下来ContraNet部分 前面我们上传的一个遮罩视频 但这个视频的帧数 规定和准备生成的视频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前期预处理的工作 前面设置的帧数是96 我们用前面设置视频的总帧数96 除以这个遮罩视频的帧数 得到了一个两者之间的倍数 然后用这个数来批量复制相应的次数 就能得到需要的帧数遮罩 通过复制图像批示得到的遮罩 这里有两个用途 一是作为线条控制的遮罩 让每一帧生成的图片有更多的变化 二是作为QR Code控制的图像输入 作为帧和帧之间过度的遮罩 这里的参数不建议设太高 高了会影响画面 最后一步还有一个放大的 放大这里建议刚开始可以 Pontrol加B 先跳过等生成满意的视频之后再放大 工作流建议大家可以自己跑一下 有不清楚的对照文档 需要的模型也都在网盘里 实际动手操作才能更好的理解 我是CY 持续分享实用有用的恐怖UI工作流 感谢观看